儿子 你和小霞你俩结婚也差不多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 我觉得是时候该给小霞立规矩了 这样以后他在这个家里才会听我们的话 好的妈 我先把规矩列出来你先看看 一会儿等他下班回到家 我就给他说一说 让他按那些规矩来 以后让他乖乖的听我们安排 晚上小霞下班回到家 亲爱的 你下班了 你看咱俩结婚也有一个月了 刚刚我也列出了一些咱家的规矩 我就说出来给你听着嘛 之前我怎么没听说过你家有什么规矩呢 你现在给我定规矩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你别这么多废话了 现在我说你听着就行了 我不是在跟你商量 而是在告诉你 第一 你们家陪嫁的这套房子 必须过户到我妈的名下 你在跟我开玩笑吗 那可是我妈给我买的 凭什么要过户给你妈 反正我是不会同意的 你要搞明白 现在你已经嫁进了我们家 你不同意也必须同意 第二个就是之前我们家给你家的28万的彩礼钱 你们家要原封不动的退款给我们 这钱就拿来当我妈的养老钱吧 你们家还真是会算计呢 那么之前我给你们家60万的陪价 你们是不是也要给我们家退回来呢 要是你同意的话 我们就把彩礼退给你们 你已经给我们家了 怎么可能还退给你们 你就别想了 你还是让你妈赶紧把这个彩礼钱给我们还回来吧 第三就是 你一定要把你微信上所有的男性朋友全部给删除掉 既然你已经嫁进我们家 以后就别跟异性再有任何接触了 你一定要记住 我看你是疯了吧 我怎么就不能有异性朋友了 难道我不能有男同事了吗 要是你能把你手机上异性都删除的话 那么我就删 我跟你怎么能一样呢 我可是个男人 要是我都删了的话 我的面子何在呢 反正不管你怎么说 你一定要删 小霞 我儿子说什么 你听着就行了 你已经嫁给我儿子了 要跟异性保持安全距离 难道这点道理还需要我们再提醒你吗 我只是嫁到你们家来 可没有卖给你们家 我难道就不能有自己的生活空间吗 你已经嫁人是有老公的人了 小刚说什么你就做什么就可以了 要是他不同意的话 你就不能跟异性有任何接触 先别吵了 现在听我把话给说完 第四个就是 你现在每个月也有两万块钱的工资吧 你必须把一万八千拿出来交给我妈来保存着 你自己留两千块钱就行 这样你也够花的 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呢 我还是头一次听说 儿媳妇的工资要上交给婆婆来保管着的 再者说了 我这样的工作性质是经常要出差的 你让我每个月只花两千块钱 那怎么能够呢 其实我这么做也都是为了你好 你这个人花钱大手大脚的 要是把钱交给我妈以后 咱俩还能存下来很多钱 你总得为这个家考虑一下吧 既然这样的话 你也把工资交给你妈吧 你自己留两千块钱 我觉得这样才算公平的 你让我一个大男人把工资也交给我妈 我要是出去以后多没面子 你自己交给她就行了 第五 以后咱们家的家务活都是你承包了 平时我要出去上班 我妈岁数也大了 也不能让她干吧 别把她给累坏了 咱家里的饭菜你也要定时给我妈做好 你也要明白 我也是每天要出去工作的 我的工作也常常要加班 我每天上班都要累个半死 怎么能有那么多的精力去做家务呢 况且你妈活动自如 难道自己就不能做吗 你这是把我当成保姆使唤了吧 你就别加班不就好了吗 你嫁进我们家本来就是要把我伺候好 要把这个家照顾好的 现在我都已经退休了 还让我什么事都要干嘛 难道你作为儿媳妇伺候我不是应该的吗 别给你脸不要脸 你怎么能这么跟我妈说话 还有第六点 就是以后我妈说什么你就必须听什么 你作为儿媳妇就得听她的话 绝对不能跟她顶嘴 你记住了吗 你们家这是把我当奴隶使花 我连一点人身自由也没有了 是吧 你们别太过分了 儿子 你快看看 你媳妇竟然敢这样跟我说话 你赶紧管管她 你就放心吧 我一定会管教她的 还有最后一点 你记住 第一胎必须生个男孩 这样我们才会在街坊邻居面前 绑手挺胸 你是来搞笑的吗 生男孩生女孩也不是我能决定的 难道生女孩你家就不要了吗 怎么还有这种封建思想呢 儿子 你看看她 她这是要上天了 你说一句她就顶你一句 妈 我知道 反正她已经嫁进我们家了 也不会跑掉了 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把这件事处理好 怪我当初瞎了言 怎么看上你这种不要脸的东西 你跟你妈赶紧滚出我家吧 这个房子 可是我爸妈当初给我买的 既然你们俩这么有本事的话 你怎么不自己出去买房子呢 你这个破规矩 爱给谁定就给谁定 跟我也没有关系了 现在你给我听好了 明天咱们就去民政局吧 咱俩才结婚一个月 你就要跟我离婚吗 难道你就不怕说出去 被别人笑话你吗 我劝你还是好好地听我们的吧 以后和我在一起 好好地过日子不行吗 谁丢人还不一定呢 我一定要把你这个破规矩给公布出去 让大家看看 你们家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家庭 看看以后谁还敢嫁给你 你就跟你妈过一辈子吧 我最后一次说 马上收拾东西 带着你妈滚出我家 明天民政局门口不见不散 屏幕前的家人们 小霞这么做 你们支持她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